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做的这个简易的 自动化的水肥系统 现在正在浇水啊 等一会儿它自动停了以后 然后我再讲解一下它的原理 因为两个池子的配方不一样 所以说现在只取用了一个池子 那个池子没有取用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简易的 自动化的一个水肥系统啊 所以一个自动化呢 是因为我们就靠这个大家看了没 这是一个 时间定时器就是靠这个来 定时我们几点开始浇水几点停止 然后那个水肥系统呢 实际上主要靠这两个 池子啊这两个池子一个是20方啊加在一起是40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的这个这个这个地下水啊抽到这个 池子里面以后 然后把我们需要的肥料投入到池子里面 达到我们想要浇灌的肥料中度 然后呢 这是一个水泵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水泵 这个水泵呢是粒心泵 当然了你抽水的时候 你用粒心泵也好或者用 嵌水泵也好都可以啊 嵌水泵的话相对来说用嵌水泵它没有散热系统 等你这个池子水抽一部分以后 潜水泵如果漏出来的话很容易烧啊 但是粒心泵不会但是它缺点就是贵啊 这是我们多年来一个总结的经验啊 另外呢 这个呢是回水系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意思交两个棚三个棚啊 四个棚这个压力不一样 当压力大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把这个回水系统呢给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 会一部分水呢 会重新再流回到我们这个池子里面去 啊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啊 我们那个机关口那边的压力 啊这是回水系统 啊当然了你如果你不用这个系统 你可以用什么啊 可以用那个变频那个变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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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那一块的 也可以 但是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这个回水系统水又重新流到池子里面以后 它会进行一个搅拌啊 搅拌以后呢 让里面可能会一些结晶啊或者啊 哪个一些肥料呢重新再融开啊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过滤器 还有一个是电子阀 通了通电 通电以后它打开啊 一断电以后它关闭 这个发门 然后电子阀呢 就是说 嗯 如果 泵体不启动的话 有可能这个水啊 因为压力作用啊 它会跑出去 但是有装了电子阀以后 它就不会跑出去了 噶